三一联动改革浪潮下 生物制药企业所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有哪些呢 结合我们十多年的管理咨询经验 我们把它比作成一只张开翅膀的鸟 一体两异 体指的是产品组合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有真正临床价值的药品 那么这些药品的来源既可能是通过自有研发 也可能通过外部的并购 但是有了好药 是否就意味着这家企业能够做得好呢 当然不是 我们需要有两只翅膀 一只朝外一只朝内 朝外的我们把它叫做商业模式 它包括了多渠道的覆盖能力 市场准入能力 用数字化的手段来重塑患者就医体验的能力 另一只朝内的翅膀我们讲的是运营能力 意味着我们有了这么多复杂的商业模式 这么多快速变化的市场 我们如何去响应 那么我们的内部应该搭建哪些核心的关键组织能力呢 其中有一条特别重要 就是基于数字的管理闭环 我们如果看到了相关的数字 并且对它做出合适的反应 这家企业才能够在如此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会问我 医药相关的背景是否是必须的 我的答案是如果大家有医药医疗或者理工科相关的一些学术背景 或者是一些从业背景 当然是一个加分项 但这并不是我们筛选人才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好的咨询顾问 它的及格限是什么呢 抱有一个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 以及它有非常良好的逻辑思考能力 和比较不错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这个是极格限 如果再要做的更好一点的这个咨询顾问 他需要还要表现出的一些能力呢 第一我觉得他要擅长和人沟通 把大家心中所想变成一个业务机会 实现共赢 第二他需要有一个teamwork 团队协作的精神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不可能是一个独行侠士的英雄 他需要跟周边的资源一起协同作战 才能够更好服务于客户 以实现自身和用人单位的价值 我的答案是分清事实和观点 我们处于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每天接收到了海量的信息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我们在手机上得到的巨量信息 有一大半部分是算法认为我们喜欢听到的 但这肯定不是世界全部 甚至我们越来越难分清楚哪些是基本事实 而哪些是作者的意想观点猜测 但是作为一个咨询顾问来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严格的区分事实和观点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人云亦云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把我们的客户带到坑里 也更多的时候会被我们的客户嘲笑 我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如果我可以问在座的年轻朋友一个问题 我会想了解你们对于学习的态度和认知是什么 以我们生物制药行业为例 在过去的五六年期间 我们的监管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出台的新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文件 可能超过了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总和 同时我们的技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不管我们读过的是复旦的本科 硕士 MBA 还是博士 当我们投身到社会工作中的时候 我们总会发现终身学习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可是对于现阶段的年轻人来说 哪一种学习的方法和渠道是大家更有兴趣 并且更有效的呢